2023年1月20日小年夜下班的时候呢 忽然心血来潮决定要走路回家 从内湖城公路走回三重 大约是14公里 上次呢已经走过一次 所以这一次算是第二次挑战 相信只有自己能够挑战自己 今天的天气呢十分寒冷 而且今年的年假总共有十天 很多人都回南部了 台北就像空城一样 很多店家都没有营业 平时呢从公司坐回家 坐公车大约要一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半小时 那今天走路呢就来计时 大约需要多久的时间 这次呢也是在比较有名的景点 拍个照记录一下哦 希望我们今天也能够顺利的挑战 期许新的一年之后有挑战自我的活动 能够有朋友跟着徐姑姑一起挑战自我哦 2023年兔飞猛进 今天徐姑姑从内湖走回三重挑战成功 徐姑姑总共花费了3.5个小时 徐姑姑走了14公里 挑战成功 请大家帮我订阅 按赞 留言哦 徐姑姑来了 NO GAY 2 0 3 3 3 4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